币链何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一聊 Fi coin的混体 要来算一笔这个Fi coin的细账 大家知道这个IPFS Fi coin上线之后 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在这个上线前不到一个月 推出来的这个质押政策 让很多老矿工 也就是说在上线之前投资了这个算力 或者是矿机的矿工是较口不跌 因为这个措手不及的政策 让所有的矿工要再次投入质押币 每期大概是65.4个左右的质押币 才能够满算力去产出 那么今天的Michael就要用这个数学的方式 带大家算一算到目前为止 Fi coin的世界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多长时间我们能够充满这个算力 多长时间我们能够收回成本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模型下面 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置 还有没有新的变通的方式 好 所以这期节目呢 我觉得算完之后 我都很佩服我自己 我觉得真是逼死文科生的一期节目 如果这期节目你没有上手上没有计算器 你是这个文科出身的 你不用看了 因为后面的很多数学数字会非常的烧脑 但可以提前透露一点 不算不知道 一算下一条 通过计算 Michael发现 其实这个湖安团队或者是项目方 应该是早就设计好了 这一个也不能说圈套 就是这一个模型 所谓的质押 在上线之前突然推出来的质押 应该是湖安团队早就算计好的 后面什么时候该释放多少币 什么时候让人回本 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细的一个币的局 但是这个局我觉得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讲 湖安团队就说项目方 它的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当然是IPFS能够持续的运行下去 对吧 不可能说我筹备了三四年时间 然后我上线就割两个月韭菜完事 这不符合这个项目方的最大利益 好 那么矿工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矿工的最大利益就是要让现在的 这些投资算力的这个投资人 尽快的拿回本金币价能够尽快的上涨 或者说稳定在一定的水平线上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项目方和矿工之间是需要有一个利益的博弈的 但是有一点是大家肯定的 就是大家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持续的运行下去 在这一点上面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ok 废话少讲 我们现在就开始计算 现在firecoin的世界当中 到底在数学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应该怎么来自处呢 我们再来算这笔账之前 Michael想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什么是封装 什么是质押 这个理论逻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封装这么慢 为什么又出来一个质押币 那大家来看这张图表 所谓的封装 就是说现在我们IPFS的这个算力 firecoin的这个算力 需要用到一个验证机 也就是说我们买这个矿机当中 有验证机 有下面的一个硬盘 这个验证机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火车头的意思 那么验证机是整个 就是firecoin挖矿当中的成本最高的 大概每一台验证机需要几十万 那么验证机的数量和它的工作效率 就决定了它的封装速度 因为验证机的作用呢 就是对外去提供查询 对内提供这个封装 大家看到验证机在最上面 对吧 下面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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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硬盘 由这个验证机来管理 那么封装是什么意思呢 封装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根据 这个IPFS网络的协议 由验证机去把下面挂的这些磁盘 就我的每一列的火车车厢 按照IPFS的要求 把它格式化成firecoin的要求 这就叫封装 那么验证机要挨个去封装这个硬盘 那除了它要有这个时间去格式化之外 现在胡安团队9月底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说你要封装这个磁盘 你必须每一T的这个硬盘的存储空间 你必须还要有6.4个file的币作为质押 你才能完成这个封装 否则你的这个算力就不算数 这就是现在整个IPFS网络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这个大矿工和所有的投资人 和所有的项目方都没有关系 这是胡安团队 就是说协议实验室在9月底出台的这个新的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可以说 让所有的矿工都措手不及 那么现在为止的话 很多像时空云灵动这种头部的矿工 都在用自己产生的算力 一点一点的去填充这个质押币 因为你光有硬盘不行 你没有每T6.4个file 你是不能够完成这个封装的 也就是算力是虚的 那么后面我会来给大家算 这个要花费多少个file 要花多少钱才能够完成这个封装 为什么现在封装的这么慢 我们先来理解这整个的流程 好那验证机对外提供柴询 现在还没有柴询收益 因为还没有应用在上面跑 我们所挖的矿就是这个封装的这个收益 封装硬盘之后产生的这个算力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矿工 所获得的一个收益 大家要理解所谓的验证机和硬盘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封装 什么是封装 这是大家在之前要理解的一个问题 好的 到了下面最紧张的这一部分了 这个迈克要给大家算比细账 所有的这些数据 都是从官方的网站上面来获得的 那么所有计算的时间点 就是迈克今天录制的这个时间点 今天是11月14号 那么下午的大概5点半的时间 好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测算一下 全网的这个数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有几个关键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网站上面的这个数据是多少 大会我会把这个网页放到网址 放到这个留言区 大家可以去找到 从这个排行榜上面我们来看一下 前三名的这个排名 时空云 智和云 hellofail 包括前10名的所有的这个每天的产币量加起来 大概是0.22个fail 也就是说每一t的这个算力 每天在这全网上面能产生0.22个failcoin 那我们要来再来采取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全网现在已经封装了多少p的这个算力 目前为止全网已经完全封装了916p 这是从官网上面完全可以查询到的一个数据 那么再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1p等于1024t 那么我们先用1000t来算 把那24去了 因为整数好计算 好吧 然后还可以从官网上面查询到 每日新增的算力是多少 是13p 好每天新增的币量是多少 大家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些数据当中每天我们新增多少failcoin呢 我们用这个916乘以1000再乘以0.22 就得出来每天新增大概20万个failcoin 好 那新增的这些每t的算力 要用多少的币去抵押呢 每一t大概是6.4个币要抵押 对吧 那么每天要抵押的币是不是就是新增算力 再乘以6.4再乘以1000 大概是83200个 也就是说每天要花要抵押83200个file 才能够完成每天新增算力的一个封装 这就是每天这个filecoin的买盘需求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现在全网已经抵押了多少file呢 大家也可以算一下 目前为止是916 916乘以1000 再乘以6.4 就等于5862400个 这是全网现在已经抵押了这么多的币 那全网的流通量是多少呢 就是那3000万个币 就是之前测试网的3000万个file 已经转化成了现在的正式币 在网上流通 这也是胡玩团队我觉得算计出来的一招 3000个file流向市场 我高度怀疑当时的币价从50美金 然后到200美金 然后又回到40美金 这样的一个波动 其实都是胡玩团队幕后算计好的 目的是什么 让先期投资的人私募的那部分人 比如说红山资本等等这些投资人 能够先回本金 那么他牺牲的是谁的利益呢 牺牲的是早期进入二期市场 去购买filecoin这部分人的利益 早期去交易所买币的人成了接盘侠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filecoin挖就可以了 不要去买 买就很容易变成韭菜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我们接着来看 filecoin的币价大概是多少 这段时间以来 和Michael之前和大矿工的预测差不多 大矿工的心理预期就是200人民币 跌于200人民币 他们就会买进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币的需求 对吧 每天需要抵押83200个币 这是巨大的一个买盘 所以大矿工需要抵押币 买抵押币 这是它的一个买盘的一个动力 币价我相信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会稳定在200人民币上下来波动 那么这个币价稳定得了多久呢 我们后面再来计算 我们还要算一算这个周期之内有多长 能稳定到什么时候 是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接着往下算 file的总数从白皮书来看 是不是20亿枚对吧 总共发行20亿枚filecoin 那么它是6年减半一次 好 那这20亿枚币当中呢 有70%是要分给矿工的 也就是说现在买了filecoin算力的人 要分的是这20亿的70% 但是这70%里头又有15%是给之后 用这个检索收益来获得的检索收 矿工的检索收益 那目前还没有检索收益 我们要再减到15% 也就是说大概是11亿个filecoin 是现在全网矿工要分配的这个大饼的一个数量 那11亿个币每天产出多少个呢 根据这个胡安有一个公式 它设定了一个预值是2500P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全网的算力是916P 对吧 那在没有达到916P之前呢 胡安会给每天产出的币做一个缓释 大概是30% 立刻释放给矿工 另外70%呢 胡安会根据全网算力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幅度 来调整这个释放的这个速度 好 那算下来的话呢 就大概现在为止 根据这个公式 每天能够产出大概是42万个filecoin 好 这是我们全网每天产出的币量 这其中呢 就有一个变量了 也就是说 胡安在没有达到这个预值之前 全网算力 在没有达到916P之前呢 被他控制的这70%的币在哪里 在胡安手上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180天 缓释完之后 胡安手上的第二张牌 这70%的币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24万个file 这24万个file他会怎么用 如果说他是觉得矿工很辛苦 都给矿工 那么皆大欢喜 那如果说他是为了怕砸盘的压力 用来保持币价的稳定 那也可以 怕的就是说像之前出现9月份 9月底这种突然出现一个需要质押 打得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对吧 好 这是我觉得很有可能的一个变量 我们且看看180天之后 胡安团队还会出什么幺蛾子 这叫什么 这叫臭不要脸 OK 好 这个我们接着往下算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算这笔账需要什么呢 达到这2500P 我们需要多少天 也就是说他在出这个幺蛾子之前 出现大变化之前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好2500P 这是他设定的一个预值 达到这一天需要多久 我们是不是用现在已经产出的910T 2500P 减掉916P 然后再除以现在每天新增的这个算力 13P 对吧 那么得出来就是123天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123天之后 就达到了胡安设定的 这2500P的预值 那个时候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时间轴 那么4个月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11月份 12月 1月 2月 3月 OK 那更好就是3月中旬的时候 现在是10月中旬 我们到3月中旬 正好是4个月的时间 达到胡安的2500P的预值 那么可以想见的是达到预值之后 胡安就必须百分之百 把这个币的收益释放给矿工 也就是说到3月中旬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每匹的产币量 应该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好 那随着全网算力的这个增长 不停的补充这个算力 那么这个产币的量又会慢慢的下降 所以这是我们从模型上面推算出来 3月中旬应该是产币量的一个峰值 一个分水岭 这是一个时间点 大家要记住 好 有了这个产币量的这个模型和数值 那么现在全网的这个币价是什么样子呢 你别产币量上去了 币价哭叉哭叉往下跌 好我们来算一算 在这个模型当中币价能不能稳在200人民币左右 好我们接着看 那我们先算一算 达到2500P需要多少的币作为抵押 每t需要6.4个 好我们一算就知道了 好2500P乘以6.4再乘以1000 大概就是1600万 好我们说达到2500P需要再新增 1600万个file作为这个抵押 这是什么 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买盘买盘的一个动力 对吧 好这是一个数字 那么上限之前就是这10大矿商 前头部的所有的矿机厂商 他们一共卖出了多少钱的这个算力 为什么要算这个钱 后面有用 好我们估计一下 大概应该是在200亿左右 100亿到200亿之间 我们取一个最低值 好我们就说到10月15号上限之前 所有的大矿机厂商 不管是正规的不正规的 一共卖出了100亿的人民币的这个算力 那么这100亿的人民币的算力 有多少需要兑付呢 因为大家知道像时空云 像灵动这样的节点 大家可以从官网上面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封装速度是很快的 算力增长也很快 它是有能力有意愿去兑付给 这个投资人实实在在的币的 那么有一些就是资金盘 从一开始就是打算跑路的 可能由于疫情的原因也跑不了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20亿买币 来还给公众 那么这些人他的兑付意愿是不强烈的 我们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没有办法兑付 有三分之二的算力可以去兑付 那用100亿乘以三分之二 大概就是66亿的这个人民币的钱 要变成这个兑付的这个压力 那么这些钱66亿对应是多少的这个算力呢 有多少算力需要去兑付呢 我们用66亿除以当时我们购买的一个市场均价 大概是3000人民币 我们就用3000人民币来算 你看66亿除以3000再除以1000T 那么得出来就是2200P 这个是我们说现在市场上需要 矿工们去兑付的老算力的这个算力总和 大概是2200P需要去兑付的 好 那我们再看 如果我要填满这2200P 我需要多少人民币 这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初承诺要 要那个公司要负担这个质押币 为什么现在又不能承诺了 我们当最低算的 2200P要填满 需要多少人民币 一成就出来了 2200P乘以每T需要6.4个file 对吧 再乘以1000这个1000T 再乘以币价 现在大概是200人民币一个得出来多少 28亿 钱在哪 28亿谁来付 我相信所有矿工在10 在9月份就是湖安出台质押政策之前 都没有想到我要留一份资金来做质押币 因为这个政策之前根本没有 所以说湖安的质押政策打了矿工一个措手不及 28亿不是一个小数目 好 所以说只有负责任的矿工 他会慢慢去封装他自己的算力 只是时间的问题 大家可以从官网上可以看得到 哪家公司它的算力增长最快 它的封装速度最快 大家可以去看 好 下面我们来算一下 未来4个月之内 为什么要算4个月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128天 123天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这4个月之内 市场上需要多少个file来抵押 也就是说它的买盘会有多大的压力 好 现在是2200P 我们说4个月如果再翻一倍 又增加了2200P的新增算力 对吧 这是全网需要去质押的这个币 那么2200P加上一个2200P 再乘以6.4 再乘以1000得出来多少 2800万个file 也就是说从现在为止 倒推4个月到3月中旬 全网需要2800万个file 才能够完成质押和封装 好 这就可以理解为我们全网的一个买盘 那么要看价格的话 卖盘有多大 有多少人会卖这个币 对吧 卖盘的压力来自于私募的 这个私募方 像什么红杉资本 这个coinbase 这样的一些参与了这个前期私募的人 好 还有每天新增的这个币 就用户手里的币 还有就是基金会的币 那这些币都是180天缓释的 缓慢的释放 好 我们来推算一下 第一年就是往现在开始 往后推一年 大概会产出2.8亿个file coin 如果说半年前半年往现在往后推半年 因为这个产量会越来越快 对吧 加上这个质押的和释放的 产量会越来越快 如果半年时间的话 大概会有1亿个币在市场上面流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现在为止往后推三个月 大概会有多少的币 是一个卖盘的压力 我们算一下 大概有一把加上一8000释放 还有一千万是锁定的量 那么大概有推算出来 3000万个币是它的卖盘的压力 好 我们再来看这是卖盘压力 那它流动量有多少呢 因为大家知道有锁定 对吧 有线性释放流动量是多少 三个月之后市场上 可以交易的file coin的数量 大概是3000万加上1500万之前的释放的量 那么是4500万的卖盘压力 好 6个月之后的卖盘压力是8000万 这是8000万的一个 就是3000万加上释放的一个5000万的压力 就6个月之后 会有8000万的file coin去卖出 那卖盘的压力是这个8000万 买盘的压力呢是2800万的币 中间的比例是多少 大概是1比3的这个比例 按照这个经验体系来推算呢 如果说买盘和卖盘之间 是大概1比3的一个比例的话 这个币价大概其是能够稳得住在200人民币的 这是一个推算 那么前提是不要出现黑天鹅事件 不要出现胡安团队又出来这个搞事情 这种情况下 那么一定能够用数据模型来看的话 大概币价能够在6个月的时间之内 稳定在200美金左右 200人民币左右 好那6个月是什么周期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现在11月份我们往后推 12月1月2月3月4月5月6月 也就是说到6个月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 它的币价能够维持在200人民币 到这儿呢 Michael的结论也就出来了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我们推算了一下 币的这个产量到3月中旬以及到5月份5月底 会是一个暴涨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达到了2500P的这个预值 它会全部释放 那币的价格呢 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 6月份之前会稳得住在200人民币左右 那也就是说我们投资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红利期 就在这个3月份到6月份这三个月的时间 有可能这三个月的时间不但能回本 我们还能够有很高的这个收益空间 这是从我的数学模型上面 我们来推算出来的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来投Fivecoin呢 我们要选择一家没有历史包袱的公司 它能够不需要我们再投入质押币的公司去投资 才是最稳妥的对不对 那哪家公司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全网的算力上的数据 从这个排行榜上大家看一下 时空与灵动不用讲了 这是一个头部的公司 它的这个整个全网算力增速都非常快 那第三的呢hellofell 大家有听说过吗 这家公司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 弹蓝捕蝉黄雀在后的那只黄雀 它在全网之前没有销售过任何的算力 也就是说它没有受到质押币的拖累 它轻装上阵 而且它现在已经稳到了头部的阵营 也就是前三的阵营 证明它什么呢 技术能力和这个产币量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ellofell 推出来的这个算力产品 它能不能赶上刚才我们算的这个 这个暴涨的这个周期 它的产品有不友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hellofell现在推出来 是1780每T的这个算力 不需要用户再去质押 那么由hellofell去充填这个质押币 大概充填的周期需要多久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开拔周期第一天 每天算力的增速是200 那么算力数是200 每天产出0.22个币 每天新增加的这个币数呢 是44个 每天释放的币数 就25%全数释放 是有11个币 那么另外75%的币呢 需要去这个去质押 对吧 是质押在这个网上的 是180天线性释放 那么总的释放数呢 第一天就是11个币 那么每天需要新增的质押币呢 是1344个 那么扣掉我们需要买的这个币啊 需要扣掉这个已经释放出来的币 也就是说11个币 那么hellofile需要去购买1333个币 作为这个质押币 才能够充填满当天的这个200t的这个算力 那么除去质押币之后呢 可以释放的币是1333 这个红色字体就是还不能释放的啊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天的时候呢 它需要购买的币是1321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 它每天需要购买的币会逐渐的减少 也就是说 当这一排的数字趋上于0的时候 就是我们用户充填满了这个算力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好我们往下推看一下 好800多个600多个500300200好 到这一天充填满了可以给用户分配币了 这天多少天呢76天 也就是说两个半月的时候 两个半月是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表上面 两个半月往后数两个半月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也就是说到2月底或者是2月中旬的时候 hellofile就可以把用户所投资的这个算力 全部充填满完美的赶上了刚才Michael说的这个峰值 和币价恒定的这个周期 好我们按照这个数据来测算 72天用户开始收到我们的币 那么如果是一年期的这个投资期 在一年的周期之内 我们用hellofile的这个数据 我们能拿到多少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单T的这个投资来讲 那么在365天的时候用户大概能获得48个币 那么48个呢 我觉得还要再减掉就是算力的增长 大概自然的衰减的那部分币 我们就按40个来算好了 那么如果币价能够稳定在200块钱的时候 你1780块钱的投入 大概就能够获得8000块钱的一个收益 就一年期但是后面为什么大家看会有一个545天呢 这个是180天线性释放对吧 你在365天当天获得的币要用180天去释放 所以说在合约期内365天 但是是545天的时候结束所有的收益 那你一共拿到我们说保守估计40个币好了 那么你的收益也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看看币价的波动率会怎么影响我们的收益率呢 如果币价稳定在200块钱左右 那么我们的收益率大概是年是449% 那假设我们币价调整一下币价下降一倍 币价是100人民币 那你的回本你的利润率大概是224每年 如果币价再减一半变成50人民币 那么你可能只有112%的收益 就是一年的时间 那如果以10T的收益 这个投入来讲的话 那么10T580天投入是17800块钱 那么545天合约期结束 你能够获得的收益是96976块 所以如果按照hellofail的投资模型 那么它在76天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完成封装 那么在刚好赶上了这个整个failcoin算力 暴涨的那个3月中旬 所以我们估计呢 在3月中旬到5月中旬 我们可以不但回收本金 还能有不错的一个收益 那么有没有风险呢 有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 所有的计算都是按照今天所有的数据 以后会发展的数据和它的经济模型 来推算出来的数据 不包含所有的意外情况 比如说湖湾又发疯 又出一台一个什么样新的政策 这个不在我们的预想范围之内 就算它的就像它的这个抵押一样 这个完全我们无法预测啊 但是以现在为止 已经既定的经济模型来讲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优的投资方案 至于要不要投资 请您用你的闲钱来投资 然后预测好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 来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节目 哇不容易啊 这个逼死文科生的节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点赞转发或者是评论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hellofail如何去投资 屏幕下方有进群的方式 欢迎你进群来咨询了解 请您点击订阅 然后再点小铃铛 点全部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币链核在的每一次节目更新 以及直播的提醒咯